颜值是做网红的门槛 亦是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 并且高颜值 越来越成为明星星图璀璨的硬通货 莫文蔚的颜值 可以说是迷一样的存在 当别的女星顾忌偶像包袱 拉不下脸半丑的时候 莫文蔚挺身而出 她不介意在大荫幕上 做出丑态摆出的装扮 于是就有了时神离或积节的经典形象 蓬头 有脸 包牙 刀疤 大小眼 别说与美不搭边 一般人恐怕连多看几眼的勇气都没有 尤其是她陶醉于剁肉的那种癫狂状态 浑身散发着 不顾观众死活的美 火鸡姐的成功 让莫文蔚在半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或许有不少观众好奇 任素希这样一个奇貌不扬的女演员 为什么能疯狂罢评呢 的确任素希的长相并不符合传统审美 甚至有点丑 高颧骨 秃嘴 厚嘴唇 笑起来大牙 花子一览无余 有人说像马 有人说像驴 还有人说像冯拱 可以说丑得很直白 可就是这样一个女演员 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演技 就连大导演冯小刚也忍不住表白 我是你的粉丝 生活中的任素希或许是个丑女 但登上大荧幕的她 却是个闪闪发光的好演员 电影《驴得水》中 任素希饰演的张艺曼 梳着其刘海 穿着花旗袍 简单的穿搭 越有着极致的风景 她明明不好看 却美得风情万种 甚至有一种致命的性感 电影《无名之辈》里 任素希饰演的马家奇 因为漏尿而尊严尽失 她满嘴脏话 五官争宁 羞愧愤怒 伤心等多种情绪夹杂在一起 喷涌而出 着实令人心疼 人们对高颜值的疯狂追捧 逐渐忘记了荧幕中 也应该有普通人的一席之地 庆幸的是任素希没有忘记 在综艺演员的诞生里 任素希一针见血的说 都长得很美的话 谁来演普通人 除了演戏 任素姨还拥有着天使般的嗓音 她演唱的小情歌 《我要你》 撩人动人 让人如痴如醉 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胡广生 悠扬动听 一开口就连天后王妃 都听得直落泪 任素希在荧幕上的发光发热 证明了娱乐圈 不光是帅哥美人的天下 才情俱佳的丑演员 一样可以大放一彩 荧幕上的周冬雨是影后 红毯上的周冬雨 却是个笑话 有网友调侃 有一种尴尬叫周冬雨 玩性感 明明条件有限 却偏要露点什么 哎个子 肿眼泡 小眼睛 单眼皮 颜值不高也就算了 干瘪的身材更是上不了台面 用前胸贴后背来形容 也一点不夸张 可就是这样一无是处的长相 得到了张艺谋的青睐 在他眼中 周冬雨身上 有着其他人替代不了的灵气 而张艺谋 也让观众看到了 周冬雨身上的灵气 在电影《山楂树之恋》中 他饰演的静秋 梳着麻花辫 穿着粗布衣 笑容干净 纯粹 一个回眸让人一眼万年 当然了 他的美少不了张艺谋电影美学的加成 某女郎出道的周冬雨 并没有止步不前 在多部电影里贡献了炸裂的演技 年纪轻轻就成了双料影后 领先一众小花 少年的你中 被霸凌摧毁的花季少女陈念 七月雨 安生中放荡不计爱自由 敢于挑战权威的安生 一样的少女人设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味道 出道多年 周冬雨的身上 全然不见静香身上的稚气 但保留了静香身上的灵气 这恰恰是她成长和智慧的表现